大家好啊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辱包反包 赶包下台的伟大的行业之中啊 真的是造谣传业的事业 眼看着就是要 应赖最伟大的胜利啊 但是有一句说一句啊 有些个人呢 也太有点过了底线了啊 我要为我们的包子折子同学 要讲几句公道话这一切啊 话从哪说起呢 说这个从央视CCAV说起是吧 有一个人转的啊 央视得到了元老派的命令 说这个他们内部的消息啊 说可能这个习近平真的要瞎啦 刚才这个有一道命令 在整个央视的新闻的编辑部 整个央视吧 都已经得到了指令了啊 就元老派党中央政治局下命令了 没有高层的最高层的批准 中央电视台最近一段时间的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的影像 这个这个话里有话啊 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这个节目组你要用习近平的影像 必须要抬一张亲自签字审批才能搞定啊 什么是影像呢 他不是说新闻报道 是不是新闻报道的话可以啊 比如说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 报纸也好 电视也好 网络也好 都是说习近平给谁写了公开信 说现在习近平的这个身边有一堆人 因为找他写公开信的人太多了 他忙不过来是吧 就到处就是写了个公这个叫做什么公开信 微问信的这个文本 然后复制粘贴发出去 然后就就是真是叫空山不见人 但问人欲想 只是看见公开信 看见微问信 看不见真人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准出现他的影像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什么呢 所谓影像 即使指今天的新闻的报道的影像 也指过去的影像 过去那习近平的影像自料太多了 是不是 你随随随便拔一个都有习近平的照片 或者都不是照片 都有习近平的这个画面 这个时候你放任何一个习近平的画面出来 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错觉 哇习近平又成功了 又回来了 老什么胡汉三五又回来了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的影像这个东西很重要 没说不准播习近平的新闻 但是不准播习近平的影像 听话要听音 而且要琢磨琢磨 这是本人的一个特点 吃屎长期吃 嚼来嚼去 能嚼出点东西出来的 所以现在这么一来的话 有位西娃子长期神移 今天已经是第10天了 而且关键是这个10天不算什么也许生病了 是不是 关键是他从中亚访问回来以后就没有露过面 这个东西两个东西加起来才是 你还说习近平和年人 你看我不打死你 你真是 我看有些个人又要转习近平被软禁的流量 又还说习下礼上 不可信 这是我们的美丽的公子沈同学 哎呀何必呢 很多人说公子沈这个小兄弟啊 是大外宣 你们也想多了 不可能是大外宣 公子沈呢也好歹也是一个媒体人 是不是王志安他们都这样 人都这样 也不是说媒体人知识分子或者什么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也是一样 你也是一样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那个想象中的正确 不易于逆的去辩护 不愿意放弃的 就像我这种在自己的节目里面 把自己黑的不像话的 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难事 我都敢说的人 就我这么一款 那为什么呢 你别看我一天到晚 嘻嘻哈哈的呀 没这个没个正形啊 这是忏悔录的传统 我是只剩进入忏悔录的传统 就像奥古斯丁嘛 他年纪大了以后 他又写忏悔录是不是 你说他自己写的 说自己跟多少个女人睡觉 是不是 完了以后 把人家女人的肚子搞大了 还生了孩子 不仅孙一个还两个 然后后来又不要别人了 那就有两个私生子呗 而以后的两个私生子还不成气候 他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你说你那个年代的人啊 奥古斯丁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吧 是吧 东汉年代吧 就这个样子啊 你或者说魏晋男三国时代吧 三国时代就这个样子 你说你说那个时候的人把自己那些个宿事 把它写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那个时候的男人你别说是私生子 中国那个时候男人有钱的有地位的一样一样一千个老婆也没问题了 这是一种忏悔录的传统 我是嘻嘻哈哈 我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些个见不得人的事情都都都都都他摆出来 知道吧 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圣经训练 你甚至都干脆都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话 你哪有这个传统的 你进不去啊 你想进去也不行啊 所以他们这些人呢 也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是不是 昨天我看公子神的这个一期节目还点击的挺高的 有时候一二十万呢 又说习近平被软禁了 又说中共发生政变了 又说沈阳有兵变 完了以后最后还来一句话 所谓的习下礼上并不可信 你几个意思呢 没意思我告诉你 就是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其实这是个很小的错误 什么人真的错误就错了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你不照样赚牛量吗 你不照样赎广告费吗 诚实点嘛 小兄弟是不是 所以呢 有些事情很有意思的啊 但是我这期呢 我特别在跟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的是央视这边的不准出现细胞子的影像 另外一方面呢 关于细胞子说话的那个那个段子啊 他平时怎么说话的呢 我们此前我们只知道说习胞子这个人最喜欢说一句话 你懂什么 是吧 他特别喜欢说这句话 这是北京四九成的人都知道的一个段子啊 你懂什么 就是这种话 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中国人民这么的拥戴我呢 是不是 就说这句话 这句话很好啊 四个自信呢 五个自信呢 是不是 看不起人呢 能人家做官做到那个程度 那当然有资格看不起人吧 但是没想到这两天出了好多个段子 有的人是说是恶搞 有的人说是真的 反正真真真假假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是这个考古学家啊 我们不需要去关注他的真假 我们只关注他是不是好玩 是不是可爱 是不是笑不动 是不是笑得差气 差气 是不是 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遍啊 有些个话呢 还不能够直接念出来 因为念出来太粗笔了 太骂人了 知道吧 我要稍微这个和谐一下啊 说这个在一次会议上 李克强老师就经济发展的趋势 做出发言 没想到他刚说出本季度GDP 吸包子就举起这个茶杯向李克强砸了过去 而且一遍砸一遍大骂 你妈哪个叉 不是叉啊 大家脑补一下 你妈哪个叉 中国人就说中国的话 国内生产总值 然后又来那个你妈的叉 很有意思吧 他平时说话就这么说话的啊 这个有一句说一句啊 我为什么觉得这些话有可能是真的呢 因为北京的操老爷们就这么说话的 他在不装的情况下 他在全爆棚的情况下 他在没有人能够制衡他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随便的激扬文字 是不是 挥斥方求 他就敢这么干 就像今天 就像那个蒋介石 他动不动就 毛泽东说话就更难听 他全是那口韶商话 那难听死了 全是脏话 你说 他都这样吗 是吧 说说这个骂完了以后呢 你可想觉得下巴了抬是吧 然后二十大的人士就开始重新调整 说你也太不尊重我们的总理了吧 说还有这个习近平的心腹啊 身边的人决定就离开习近平 离开中办提前退休 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功人呢 你都 你可想你都可以这样骂他 你我们这现在算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还有啊 继续 说某位老干部爆料啊 说习的 习包子的精神状态从来没有稳定过 动不动就骂人 说这个尚未之前呢 有一年他遇到了李长春 他就说你好啊 李长春 我喜欢跟长春人在一起开会啊 因为你们长春的确比这个安徽人强啊 你看那个李克强 那个那个250的安徽人 没素质 真的 不是我夸你们长春人啊 是李克强的安徽人太难了 但是李长春呢 就看着他看细胞的说话就很无语啊 但想着自己也是个领导嘛 就随口就纠正了一下 说这个金平啊 金平同志啊 我不是长春人 我是大年人 完了 这句话没说好 是不是 他没想到大年 这个词一说出来 就想起另外一个人呢 细胞子的死对头啊 就博书记啊 然后细胞子就破口大骂 大年 你骂了个擦 我只能说你骂了个擦 我就这样说你骂了个擦 是吧 不是怎么的 其实话跟蓝天 我就这么说吧 你是不是很烦呢 我就这么说你 我就看你不喜欢我 你还跟我在一起 建设有中国特色 特别受到社会主义 但是李长春拿他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习近平是要接班的嘛 是不是 他接总书记嘛 你可想接总理嘛 所以李长春当时一下子就病了 怯死了 说在三年一月休养了半年 对习近平失望头顶 还有呢 还有再念一个 说习包子不是有个铁杆的红人吗 是不是 就新疆的书记 陈全国嘛 然后开会的时候 然后就表扬陈全国 全国啊 怎么样 你最近怎么样 你也喜欢新疆的那个集中营吗 然后陈全国一听到集中营 这个词脸都白了 满脸的就笑 总书记不是我喜欢集中营 那是在教育中心 那个维吾尔的恐怖分子 不听党的指挥 我能不着急吗 是在教育中心 没想到习包子气死了 暴跳入雷 然后站起来指着陈全国就破口大骂 你骂了个八字的 你就是说喜欢就行了 你骂了个八字的 不是你什么意思 你还敢跟我降嘴呀 这个话 尤其这个降嘴这个话 很像的 我最近在看三国 曹操就这么说话的 你什么 叫什么 你皮肤一个 相貌丑陋 是不是 有一人叫张松 跑过去投曹操 曹操看不起他 哎呦 然后张松就为自己辩护了几句 就引来曹操的一通臭骂 直接就说 你这个他妈的面貌丑陋 这个是什么 兵痞小人 敢推出去 斩着 是吧 说习包子 去骂这个陈全国 说你他妈敢跟我降嘴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就这个说话 当时所有的会场上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哎呦 没有人敢出一口气 真的 然后习近平觉得自己 是不是搞得有点过分了 然后还挤那个笑容 看着其他人说 你们不觉得这个陈全国不像话吗 他居然敢跟我顶嘴 就是他平时说话就这么说的 这是 这是这个网上的段子 但是呢 我以我做太监的经历 当官当到一定的程度 他真的就这么说话了 他真的可以自由自在 随便说 有些人说这个 这可能是段子 即便是段子 他也是非常唯妙唯俏的 模仿的非常真实的段子 我告诉你 一个人呢 他被权力诱惑以惑 那个东西啊 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你根本也想象不到 他有多么的邪恶 有多么的张狂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那我以前 我们有一个在一块长大的 一个写诗的一个朋友 挺有文化的一个人 他后来就做了一点生意 然后巴结了一个当官的 然后自己赚了大概几个亿吧 哎呦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你要今天 你说老板呢 我给你出个建议 他破了口大吗 他根本也不听 滚出去 然后给你发一个工资 赶紧滚 你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得罪他了 然后自己就滚蛋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 哎呀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中国有很多个男人 不是不是喜欢打老婆吗 打的特别的可怕 你旁边根本就看不下去 可是他一点都不 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为什么呀 因为他平时在他老婆面前 就已经张狂到极致 他老婆在那眼里 根本就不是个人 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他觉得我打我老婆 这是理所应当的 是我牛逼 谢谢